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6日说不希望美国在通往与伊朗发生战争的道路上,似乎有意为美国方面对一强硬言论和举动降调。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个委员会的主席,16日向国务卿麦克·蓬佩奥讨说法,要求他就白宫是否有倾向性的向国会提供涉伊朗信息做出解释。 不开战,特朗普16日在白宫与到访的瑞士联邦主席于利毛雷尔会面时说,美方不希望与伊朗发生战争。 美国纽约时报同一天报道,特朗普告诉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他不想要军事冲突,这是特朗普连续第二天释放希望美伊紧张关系缓和的信息。 他前一天借社交媒体推特表达对话意愿,称相信伊朗会在不久后与美方谈谈,美伊关系近期持续紧张。 美方本月初宣布不再延长部分伊朗原油进口方的制裁豁免,以清零伊方原油出口。 另外,美国向中东派遣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一支战略轰炸机特遣队,声称驻中东美军面临伊朗威胁,撤离驻伊拉克使领馆,非必要工作人员。 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特朗普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伯尔顿等高级顾问不满,认为后者强硬言论可能把美国推向与伊朗的军事冲突,而那种局面不符合他的一贯承诺,即让美军撤出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海外战事。 不过,特朗普近期接受采访时,这一淡化分歧,乘下属的观点有些偏强硬,有些趋温和,他听取各种观点。 但最终决定权在自己手里,新威胁,就伊朗对美国构成何种威胁,美国国会参重两院共和党,民主党领导人,及两院情报委员会中,两党重量级议员并于16日闭门听取政府官员简报。 法新社当天已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为消息员报道,美方在中东部署航母打击群和战略轰炸机特遣队,是回应一方,未有意在海湾地区的小型,传统船只装载导弹的举动。 依照这名官员的说法,美方情报机构,有这些船只的航拍照片,这些民用船只装载导弹令人担忧,是对驻中东美军及其盟友的新威胁之一。 伊朗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同一天指认美国升级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说尽管美国去年5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伊朗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仍然致力于遵守这份多边协议。 在伊方看来,美方升级紧张局势,令人无法容忍。 而且不讲道理,依照扎里夫的说法,伊方不可能与美方对话。 我不知道特朗普总统,为何如此自信,要说法,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的主席,16日,致信国务卿蓬佩奥,要求后者5月23日前,提供一份国务院简报和相关文件。 这三个委员会主席都是民主党人。 这封信援引路透社,4月17日一篇报道。 依据那篇报道的内容, 特朗普政府递交给国会,评估,对伊朗武器禁运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 与美国情报机构,和一些国务院官员掌握的情况有出入。 消息人士说,一些官员担心,这份报告受到政治化处理。 白宫向国会提供涉伊朗信息时,可能带有倾向性和选择性, 针对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决定中,忽视和临选情报的做法。 这三家委员会的主席在信中说, 我们的国家对它的危害了如指掌。 依照路透社的说法, 他们这段话特指美国政府选择性的利用情报。 实际是假情报。 为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提供正当理由的做法。 美国政府当年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 但至今没有在伊拉克发现这类武器。 言杰,新华社专特稿,美国国防部26日晚发布声明称, 总统特朗普提名空军上将约翰·雷蒙德·John Raymond, 担任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声明称。 如果雷蒙德的提名获得参议院批准, 他将领导即将成立的美国太空司令部。 该司令部将专注于开展所有联合太空作战行动。 特朗普2018年12月,签署备忘录, 要求五角大楼组建太空司令部, 提升美国太空作战能力。 新成立的太空司令部, 将成为美国第十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 与美国战略司令部评级, 和直接指挥各军种所属部队。 雷蒙德自2016年10月以来, 一直担任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 他曾担任美国空军分管作战的副参谋长, 在空军服役超过34年。 上述声明表示, 建立美国太空司令部, 是一个关键步骤。 这强调了太空领域的重要性, 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贡献。 该司令部将增强美国应对太空领域威胁的能力, 并阻止潜在对手将关键的太空系统置于危险境地。 实际上, 美国曾在1985年至2002年期间, 设立太空司令部, 但在91恐怖袭击之后被解散, 职能并入战略司令部。 分析指出, 美国成立太空司令部, 意在巩固和扩大其在太空的军事和技术优势。 保护其太空资产特别是大量导航、 通信、 侦察卫星, 防止它们被别国干扰、 破坏、 甚至摧毁。 而长远目标, 则是组建独立的太空军, 美国太空新闻报, Space News, 报道称, 五角大楼在2020残年的国防预算中, 要求8340万美元, 用于支持建设太空司令部。 最初, 它将由约600名人员组成, 分布在科罗拉多、 加利福尼亚、 内部拉斯加的四个空军基地。 太空司令部的确切位置尚未确定, 美代理防长沙纳汉, 26日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2020财年国防预算听证会上表示, 自己会推动成立太空司令部, 因为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措施, 随后还将成立太空发展机构。 美国舆论认为, 美国建立太空司令部的计划, 目前仍存不少争议。 在当天听证会上, 多位议员就该议题和建立新军种的必要性, 向沙纳汉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提出质询, 并据五角大楼透露, 如果雷蒙德的提名获得批准, 他将在美国太空司令部成立后, 继续担任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 陈梦统, 4月15日, 军事博物馆举行人书据老不忘初心里夺全集首发式, 即里夺捐赠军博书画作品旋展, 现场展出的作品及实物。 从李夺捐赠军博的将近一万一千件套书画作品和艺术收藏中临选, 是其书体书封及艺术球所立成的直观呈现。 不忘初心, 劳迹宗旨, 在茂迪之年出版全集, 愿与各界书友共勉, 李夺如是说, 开幕式现场, 李夺是在军队成长起来的书法大家, 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写笔从容, 刻苦研习, 努力摊登书法艺术高峰, 形成古桌陈雄, 苍镜挺拔, 雍容大度而又舒展流畅的李夺书体, 享誉海内外, 先后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六届全国文联委员, 第九届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第三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第四、五、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等职, 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特别贡讯奖, 中国书法蓝亭奖中深成就奖, 造型艺术成就奖等, 长期活跃在文化战线,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书法事业繁荣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军事博物馆领导致此表示, 建管六十年来, 军博涌现了一大批在全国全军有重大影响的艺术大家, 李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他一九五九年来到军博, 牢记艺术为人民的初心, 坚持为党执笔, 为君琢磨, 始终服务人民, 助力强君, 热心工艺, 离休后又将个人作品藏品, 全部无偿捐赠, 体现了得意双心意艺术家的无私境界和崇高风范, 李夺全集五卷本, 李夺全集由军事博物馆和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以及湖南美术出版社, 共同编撰出版, 系统总结李夺艺术人生, 汇集其七十多年书艺生涯成果, 前次卷为书法绘画作品集, 文件衣向文番员 Eigen 후,